注意看,这位中国小伙竟然在奥运赛场上一副没睡醒的样子,这可让外国选手们欣喜若狂。 然而你敢相信吗?最后这位睡意朦胧的选手竟直接力压群雄,他就是中国男子跳水运动员曹元。 2016年里渔奥运会男子三米跳板比赛,中国队派出了何超和曹元,但因为男子三米跳板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项目,何超在预赛中发挥失误惨遭淘汰。 而作为未免冠军的扎克哈罗夫更是在半决赛跳出零分无缘决赛,孤军奋战的曹元此次最大的对手就是杰克拉法尔,他和米尔斯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难以置信的击败了我们,并夺得了英国历史上手没跳水奥运金牌,也打破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长达12年的冠军垄断。 那么独挑大梁的曹元能否重新拿回这没金牌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首先登场的是英国选手拉法尔,他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。 难度细数3.4,整体发挥还不错,七个裁判打分,拒掉两个最高和两个最低,留下三个中间分相加乘以难度分,最后拿到了81.6分。 压轴登场的曹元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暴息,难度细数3.4。 曹元整个动作从起跳到入水都干净利落,拿到了不错的85分。 第二轮拉法尔跳的是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,难度细数3.5。 很兴奋,虽然在走板的时候有些打板,但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发挥,拿到了91分。 曹元第二轮选择了难度细数3.5的5337D,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。 3.5难度。 好的,漂亮,漂亮。 他这一跳近乎完美,直接上眼水花消失数,拿到了94.5分。 接下来看看拉法尔的第三跳,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难度细数3.4。 确实状态好,所以宋队曹元提出了要求,真的一点都不能放松。 从解说就能知道他的这一跳怎么样了,裁判也是给到了90.1分,比刚才曹元同样的动作分数还高。 而曹元的第三跳是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暴息,难度细数3.5。 好的,漂亮。 这一跳曹元无论是起跳还是动作载到入水都几乎完美,场边的陈若林和队友都站起来欢呼,最后也是拿到了94.5分。 目前已总分274分暂列第一,那么曹元能否继续保持住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注意看,中国小伙已登上奥运赛场了,却还在打瞌睡,这可让外国选手们欣喜若狂。 然而你敢相信吗? 最后这位睡意朦胧的选手竟直接力压群雄。 在男子三米跳板这个项目上,伦敦奥运会中国双保险的秦凯和和冲发挥市场,无缘金牌,这次里于奥运会派出了和超和曹元。 但由于和超的15无缘决赛,使得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,变成了曹元的单棋闯关。 前三轮比赛结束,中国选手曹元以11.3分的优势赞牌第一,看他满眼睡意的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呢? 我们接着来看英国选手拉法的第四跳,他这一跳要向曹元发起最猛烈的冲击,直接上难度细数3.9的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。 哇,这样没法丢得太大了。 果然高难度也伴随着高风险,由于太想发力导致节奏出错,入水直接炸鱼了只拿到76.05分, 而曹元第四跳也是把难度上到了3.6的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。 好的,高质量,漂亮漂亮。 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拿到了90分,可能是眼睛小的缘故,曹元给人感觉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, 另外就是每次都要把头发弄一下保持成机关形状,真的太有特点了。 来到关键的第五轮,拉法尔依旧选择冲击3.8难度的109C向前翻腾三周半报夕。 还是高质量的动作,很好的一个发挥。 虽说上一跳冲击3.9难度失败,但这一跳发挥非常出色,而且跳得非常高去完成动作,拿到了96.9分。 这位英国选手可以说是越挫越勇,不断地向曹元发起冲击。 而曹元的第五跳是难度系数3.4的5154B,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躯体。 对于曹元来说这一跳有效分只要过7.5就能继续领先。 没有问题,还有希望进一步拉大分叉。 这个动作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,入水时腰稍稍松了,导致入水角度偏了一点点,但侠不掩余拿到了86.7分,以总分450.7分守住第一。 来到最后一跳,拉法尔选择3.6难度的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。 不错啊。 你看他的这个起跳就有了。 虽然他之前这个动作都发挥不太好,但这次发挥非常不错,起跳非常好,只是入水稍有偏差水花不够好,拿到了88.2分,来到曹元的最后一跳,他的这一跳将决定金牌的归属。 同时他也把难度拉到了3.8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报夕。 在此之前他的这一跳都90分以上,所以说他正常发挥就能拿下冠军。 好的! 啊!漂亮! 哇! 拿下了难度最大的一枚金牌。 今天他的这个动作,哎呀,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。 景观有些紧张,但走板,起跳,空中翻腾,入水他都处理非常好。 得到了96.9分,以总分547.6分夺冠,再次为中国队赢回这一枚奥运奖牌。 真的是非常争气,在这里再次恭喜曹元,恭喜中国跳水队拿到了难度如此之大的一枚金牌。 最后你也喜欢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话,请多多为他们点赞,我们下一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! 感谢观看